10月20号晚上,在武汉举行的军运会《水上救生》6个项目的决赛中 中国八一队独篮五金,并在男子4×50米障碍游泳接力中 以1分34秒80的成绩打破世界记录 当晚,中国队吴惠敏夺得女子50米假人救生金牌 戴小蝶夺得女子200米超级救生金牌 牛玉杰夺得男子200米超级救生金牌 中国队还囊括了男子女子4×50米障碍游泳接力的两枚金牌 200超级,可以说是真的抢手如云 我也没有想到这块金牌我可以收入囊中 我也是按照杨教练在训练当中的一些指示要求 发挥出了平常训练中的一些正常的水平 只是在最后10米和15米的时候 就是打腿就已经很僵了 不过最后还是顶了下来 因为在中国的组场可以升中国国旗是很骄傲很自豪的件事情 此次军运会大部分水上救生项目目标都是从池底救出假人 并将其带回池边 据了解,水上救生是军运会的特色比赛项目 不仅要求运动员的游泳速度 还要求他们的施救技巧,观赏性极强 水上救生项目呢 在我们军队尤其是官兵进行海训这个科目的训练当中呢 是很普及的 特别是我作为八一水上救队的教练员 我也参加了多次 包括我们有陆军的,有海军,还有一些空降兵 这些跟他们去搞一些海浪训练的这些培训,还有一些服务和保障工作 水上救生项目旨在强调防止溺水,促进全球救生服务发展的理念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每年溺水死亡的人数高达36万人 在海浪救生这块,我相信在国内普及非常的少 然后对大众健身,大救游泳这种高位项目上 大家都没有做到特别重视 我们也希望水上救生这个项目能给大众游泳或者是更多需要的人群带来帮助 此次军运会,水上救生项目将产生18枚金牌 这是该项目自2003年意大利卡塔尼亚军运会以来 首次作为独立的体育项目,回归军运会